同学们好,我是李老师。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用乘法解决问题。 二一班的同学们要去科技馆参观了。 在参观科技馆的过程中,他们会遇到哪些数学问题呢? 请你准备好练习本,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去看一看。 一种课车的座位示意图如下。 二一班准备租这种车去参观科技馆。 两名老师和三十名学生坐得下吗? 首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。 从题目中,你都知道了什么? 小亮说,可以知道有两名老师和三十名学生。 他们准备租途中的这种车去参观科技馆。 问题是,租这种车,他们坐得下吗?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知道哪些信息呢? 看,小红是这样思考的。 她说,要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知道一共有多少人要坐车。 还要知道这种车,一共有多少个座位。 这两个信息,我们都知道吗? 小丽发现了,图中说,有两名老师和三十名学生。 一共有多少人呢? 就用2加30等于32。 也就是说,一共有32名师生要坐车,就需要32个座位。 但是,这辆车一共有多少个座位呢? 我们并不知道。 需要先算出来,再和坐车的人数比一比,才能知道这辆车坐得下还是坐不下。 小丽分析得很清楚,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,就是图中的这辆客车到底有多少个座位。 同学们,把你的想法试着在图中画一画,再用算式表示出来。 我们看看同学们是怎样解答的。 客车中间是过道,过道的左边,每排有两个座位,有这样的7排,2乘7等于14,也就是有14个座位。 过道的右边,也是每排有两个座位,有这样的7排,2乘7等于14,也是有14个座位。 再加上最后一排的5个座位,14加14加5等于33,也就是有33个座位。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? 瑞瑞结合图意,把计算过程解释得非常清楚。 我看到很多同学还有不一样的方法。 接下来,也请你像瑞瑞这样,结合图意,解释你的计算过程。 我把座位图分成两个部分,最后一排的座位跟前面的座位都不一样,所以前面的座位是一个部分,最后一排的座位是一部分,前面每排都是有4个座位,有这样的7排,4乘7等于28,也就是有28个座位。 再加上最后一排的座位,再加上最后一排有5个座位,再加上最后一排的5个座位,再加上最后一排的5个座位,28加5等于33,也就是一共有33个座位。 我还有不一样的方法,请问每排都有4个座位,请问每排都有4个座位,就最后一排有5个座位。 我们也可以先不算最后一排,其中的1个座位,那么就是每排都有4个座位,有这样的8排,4乘8等于32,再加上刚才没有算的1个座位,32加1等于33,还是一共有33个座位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,你们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? 可以把你的方法和你的小伙伴或者家人说一说。 我们来看看这4种方法,同学们利用了相同的信息,解决了相同的问题,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方法呢? 我们听听同学的想法。 因为大家找到的几个几不一样。 第一个同学是每两个座位为一组,他先找到了7个2,又找到了7个2,再加上最后面每一算的座位。 而第二个同学是每4个座位为一组,一共有这样的7组,他直接找到了7个4,再加上最后面每一算的座位。 第二种方法和第四种方法,虽然分组的情况一样,都是每4个座位为一组,但是最后一排的计算方法不一样。 第二种方法是先算前面有7个4,再加上最后一排的5,第四种方法是把最后一排先少看一个,也变成4,就是8个4。 再加上最后一排的1。 虽然第二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的算是一样,但是它们表示的几个几的含义也不一样。 第二种方法里的4乘7表示的是有7个4相加,第三种方法里的4乘7表示的是有4个7相加。 看来,同学们虽然是利用相同的信息,解决的相同的问题,但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,就列出了不同的算式。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,以上的4种方法,又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? 对,虽然它们观察的角度不同,列出的算式不同,但是都是把这些座位每几个分一组。 看看一共有这样的几组,又有几个多余的,从而用成加的方法算出总数。 现在我们知道了要坐车的人数,也知道了车上的座位数。 比较一下,这两个数据,我们就能得出结论。 小明说,32个人需要32个座位,现在有33个座位。 比一比,所以结论是能坐下。 同学们,最后我们还需要检查一下,解答正确吗? 小丽说,我又算了一遍,一共有32个人,有33个座位。 座位数比人数多,所以能坐下,解答正确。 顺利解决了租车问题,同学们就乘车来到了科技馆。 科技馆的工作人员给21班的30位同学准备了留念的科技未来星的徽章。 请问,如果每位学生分一个,这些徽章够分吗? 请你在练习本上画一画,写一写。 我们看看同学的方法。 小亮说,他是横着看的,每行有7个徽章,有这样的4行。 再加上最后一行的4个徽章,算式就是4乘7等于28,28加4等于32。 现在有32个徽章,30位同学需要30个徽章,32大于30。 所以,如果每人分一个,这些徽章,所以如果每人分一个,这些徽章够分。 我们再来看不一样的方法。 小雅说,他是竖着看的,每列5个徽章,有这样的4列。 后面每列有4个徽章,有这样的3列。 算式就是5乘4等于20,4乘3等于12,20加12等于32。 现在有32个徽章,30位同学需要30个徽章,32大于30。 所以,如果每人分一个,这些徽章够分。 小雅说,他还有不一样的方法,可以先假设空缺的位置也有徽章。 这样,每行就都有7个徽章,有这样的5行。 再减去刚才多看的3个徽章,算式是5乘7等于35,35减3等于32。 现在有32个徽章,30位同学需要30个徽章,32大于30。 所以,每人分一个,这些徽章够分。 我们再来对比,看看这3种方法,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? 小雅说,相同的地方就是都要先算出一共有多少个徽章,再进行比较,得出结论。 小雅说,不同的地方就是观察的角度不同,所以列出的顺势也不同。 第一种方法是横着观察的,第二种方法是竖着观察的,第三种方法是用假设的方法把空缺的位置也补上徽章,再减去多算的徽章。 瑞瑞说,她还有一个相同点,就是都是先找出了一组是几,再找出有这样的几组,然后用乘加或者乘减算出总数。 同学们解释得真清楚,你们不仅会结合图意解释计算的过程,还能找到不同方法间相同和不同点,太了不起了。 最后,同学们来到了科技馆的3D影院,观看科技影片。 影院还有一些空座位,请问二一班的三十位同学能坐下吗? 还是请你在练习本上画一画写一写。 我们看看同学们的方法。 我先看左边比较整齐的座位,每行有六个座位,有这样的四行。 再看右面不整齐的座位,一共有九个。 算式就是,四乘六等于二十四,二十四加九等于三十三,现在有三十三个座位。 三十位同学需要三十个座位,三十三大于三十,所以三十位同学能坐下。 瑞瑞结合图意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道题的计算过程。 确实,这幅图中最后不整齐的空座位比较多。 李老师发现,灵灵有一种不一样的计算方法,我们一起看一看。 谁看懂灵灵的方法了? 我发现灵灵把后面的三个空座位挪到前面来了,这样前面的座位就更整齐了。 就可以直接用成法计算,再加上最后多出来的一个,就能算出一共有多少个空座位了。 根据箭头的方向,我们挪一下这三个座位,这样前面的座位就非常整齐了。 每行有八个座位,有这样的四行,再加上多余的一个空位,算式是四乘八等于三十二,三十二加一等于三十三。 现在有三十三个座位,三十三大于三十,所以三十位同学能坐下。 同学们,在解决问题的时候,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,可以横着观察,也可以竖着观察。 还可以通过想象补上空缺的位置,找到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。 请同学们在生活中也找一找这样的问题,并把你找到的问题说给小伙伴或者家人听一听。 今天的数学课就上到这里了,同学们再见。